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次党代会之间才会开几次全会 每一次聚焦的议题有什么规律 陈辉你好 感谢你的提问 解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回溯下中共中央全会制度的严格 实际上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机制建立之初 两次党代会之间 理解中央委员会实际任期长短不一 全会召开的次数也不固定 比如1928年中共六大至1945年七大期间 一共举行了七次中央全会 六届一中全会至七中全会跨越了17年 中共建政后直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党代会会期不固定 历届的中央全会次数也不尽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 除13届中央委员会外 历届中央委员会五年召开七次全会 基本形成惯例 两次党代会之间为什么一般召开七次全会 中共党章规定 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 它的任期相应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近年来中央全会不仅召开机制日趋固定 每次全会的议题和任务各有侧重 下面我们就请专家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具体而言 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代会闭幕后随即召开 全会通常担负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重任 二中全会以次年春季全国两会前召开 通常为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和国家机构推荐领导人一届 除特例外 三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召开次年的秋季召开 主要讨论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 如是一届三中全会 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计策 四中全会多数负责讨论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 我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中国共产党用一次中央全会 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 并做出决定 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五中全会 主要议题一般计较五年规划 如十九届五中全会 对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严峻目标提出建议 而六中全会主要议题通常不固定 去年在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 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全面总结中共百年奋斗重党成就和历史经营 并通过中共百年党史上的第三个历史经营 七中全会则成前起后 一般在下一次党代会之前进行 为党代会进行文件及程序的准备 历史里看 中央全会在中共历史上通常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中央全会制度形成发展 逐步实现制度化 规范化 产生较为稳定的机制 是中共历史发展的集中体现 建政了一个百年大党奋斗成长的历史